好久不见 精俏啊 那个 我 我们能聊聊天吗 我想 我想跟你道个歉 麻烦您绕一下行吗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你爸讲 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 您可是精俏好警察 您忙得很 是吧 安警官 我们聊 聊聊 行 你要跟我聊什么 你跟我 我都陪着你聊 聊什么 聊工作是吧 行 我陪你聊 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 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 聊什么 莽村的事情是吗 我先告诉你 你照片不是我拍的 还聊什么 说吧 六年了 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发过一回信息吗 你找过我一回吗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 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 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 就不敢给你发 我换号了 你不知道啊 来 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不是 你不会去问别人 你干着就管着干什么呢 管着吃饭呢 吃饭得让人要管啊 人家常伤不回事 那么下一位 不在乘 稍畅 我说很多点 我去买得不在买 你怎么办 把你拍照 我去买得不买得不在买地方 我去买 我去买得不在买 我去买得不在买 我去买得不上 那接下来呢 打算怎么做 现在我打算每周 每 每天 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你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蟒村的事情 我 我们现在打算 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 我们已经查到了 他的网名叫迷 根据网站地址 我们锁定到了蟒村附近 哦 我知道 那个人叫李洪伟 你怎么认识他 我有来开口号啊 为什么 我去调查蟒村事情的时候 遇到过他 好 你这样 你把你的QQ的账户和密码 给到我 为什么呀 我 我请我们的女警 来假扮你 然后和他聊一聊 行 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你 跟他是什么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 没有 我觉得就不安全 我想告诉你 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 都是吃干饭的 这是把銀行长给你们 行徒 也会算移 不让你过来 好 快点